好這邊觀眾提供了雙阿爾 可是應該沒有很穩啦 要來打我們挑戰任務LV9了吼 我跟你們講這個關卡真的是 摸過一次就不要再摸第二次了啦 真的會氣死吼 好第一關是敵鼠拼圖盾 你有把他轉鼠的話就不用去拼木進去了啦 因為他手消木還會反彈 那阿爾的話 有65%的減傷吼 攻擊的時候光星一起消傷會比較高 好等一下他這個播放器有點怪怪的 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黑一下黑一下的 他這邊就是先去疊那個木珠吼 這隻攻擊是33000阿 阿爾的減傷是扛得住的 對真的很誇張吼那個反彈過來然後再扛一下都還扛得住 好這邊愛德華跳起來 所以第一關其實也不用怕卡星阿 還有兩次機會嘛 好這邊繼續疊 對這邊真的就是注意力要很集中啦 這不管哪一隊來 一開始就是要你疊成這樣子的時候 那真的是 累阿 好這邊木越來越多了 哇這居然還疊得下去太扯了吧 好來這邊要合體吹下去了嗎 好先開愛德華然後再開那個 下馬西 哇不會吧要直接疊拼圖了喔 這麼猛 這個形狀應該不好疊捏 哇塞真的疊了捏 太恐怖了吧 OK帶走吼來手銷全木 好這邊本來會有冰凍的冰凍你的木珠 但是因為整版都是機械竹符石的關係 所以這邊沒有被冰 好合體也吹下去了 來第二關 第二關十四康加工錢 好這邊 合體的那一隻雙阿爾 就直接自帶無視工錢了 所以這邊只要想辦法十四康就可以了 OK 好再來第三關 手銷泉水 燃燒一個叉叉 好有吼這邊有 OK帶走 來鎖祭無鼠 不能手銷水 這邊也是慢慢去轉就好了 來這個第四關 來龍脈儀重製然後敵鼠拼圖盾 誒克鼠拼圖啦 好這邊也直接帶走 來再來又是鎖祭 這邊是那個克鼠進銷 那一開始是火嘛 所以他水珠是沒有辦法銷的 OK 來帶走接著第五關 來這邊是問號吼 然後手銷 五鼠同等盾 好這邊開了希格瑪 好缺水 有點可惜吼 好這邊五鼠都有了 要洗一回合嗎 好再洗一回合吼 機械下馬西開下去 好這邊同等銷到了 沒有帶走吼可惜了 好有了 五鼠同等 好帶走喔 來接著下一關吼 無視減傷然後一樣是克鼠進銷 好這邊也是直接帶走 來接著第六關 好第六關這個是 風化吼 好撞到扣15000 來這邊開了項羽的還原版面 好這邊也直接帶走 來再來是拼圖吼 然後還會把你龍脈儀清空的 這一關的話是強化克鼠高級拼圖 也就是說要燒到火牆吼 不過這邊既然帶了希格瑪 應該是沒有這個太大的問題 喔對阿路過去還會變成問號 超討厭的 好 轉到一個很好轉的拼圖吼 再偷一回合 好 對阿帶的龍脈是九封龍脈吼 這邊繼續洗吼 好來要準備轉了吼 OK 這邊帶走 來接著第七關 兩隻龍蝕也都很麻煩 第一個是 好對第一個是一開始會減傷100% 然後打你之後 才會變成95% 然後他還會引爆暗來增加自己的攻擊 真的超討厭的 好這邊左邊先A掉 然後右邊是水龍蝕會風化你吼 然後回復變0 好這個風化位置有點不太妙 好有還是有消掉吼 好火珠 火珠很惡意 好下面這邊開了阿爾 來接著第八關 第八關是超級技能重置吼 然後還會風化你的光珠 好這邊直接帶走 來接著第九關 一個是手消13顆福石 然後強化防禦盾 強化防禦盾 欸這個看起來不像耶 關卡資訊騙我了是不是 手消全火跟全木吧 對因為我 阿他有一個那個啦 他有那個 火珠會變木珠這個選項 對但是因為好在這一關是那個 有一隻木在那邊 所以你很好辨別 哪一個是火 OK 左邊的木龍蝕是會引爆木 對啊引爆木 然後咧 因為資訊上面是寫 手消13顆福石盾 引爆木然後要手消全木是吧 他這個炸板 就要賭他有沒有3顆木掉下來 不然好麻煩喔 好有3顆了 來直接開10倍下去了 欸他是開 不是喔不是開10倍喔 開擋死 好因為剛剛下麻煩的效果沒了 好沒有木珠 就稍等一下吧 好還是2顆喔 好來這邊直接開另一隻阿爾蓬斯啦 手消全木 OK 好來王關齁 王關是3回合火禁消 然後一樣會引爆火來增加自己的攻擊 好來這邊吸個馬再開下去撿傷吼 好這邊要等他3回合過吼 不然那個下一關手消23火不能消就很麻煩了 好來接著手消23強化防禦盾吼 來這邊最後就是 就是項羽吧我想 可是項羽的話找不到場上有哪一個可以湊到7這個數字的 找一個場可以湊到7 這樣才有辦法手消23 他點青豬喔 其實也不一定要7啦就是 去把它切開就好 好感謝觀眾提供這個 雙阿爾吼通關 4月挑戰任務LV9那也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啦 大家掰掰